在这个世界中 男人是插头 女人则是插座 单身30年的插头 觉得很孤独 于是想谈场恋爱 这时一个女人走了过来 坐到她旁边的凳子上 插头很激动 慢慢扭过头去看了看 可四目相对时 发现插座的型号 跟自己不匹配 两人都很失望 正在这时 公交车来了 虽然车厢里都是插座 不过找了一圈 没有一个跟她匹配的 下车后 穿过空旷的街道 来到一间酒吧 心想这里人多 肯定能找到合适的 打了个招呼才发现 妹子的型号跟自己不一样 不过她没有气馁 随后来到餐馆吃饭 一眼就看上了老板娘 可对方的孔是长方形的 自己则是圆的 着急娶媳妇的她 在网上搜索起来 不料还真找到了合适的 于是立马发出了邀请 来到约会地点后 妹子长得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他们刚见面 就被对方深深吸引 打了个招呼后 两只手就情不自禁地握到一起 那么问题来了 插头找对象 真有这么难吗 电灯突然掉了下来 正好砸中电脑 这是怎么回事 男人抬起显示器 发现屏幕已经坏了 而钱包里还有余粮 把电脑往角落里一扔 又买了台新的 不过喝咖啡时 一不小心 把可乐撒到屏幕上 顿时就死机了 还没闻热乎 又报废了一台 随后买了台新的 可看看桌上的咖啡 还有房顶的灯 觉得不安全 于是推开门 来到外面 坐到凳子上 不过刚打开电脑 空中就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他看了看天象 觉得没事 可下一秒 闪电正好批到电脑上 找起了熊熊大火 第三台就这样没了 随后买了第四台 等坐下来后 抬头看了看 天气晴朗 万里乌云 于是按下开机键 谁能料到 墙上的一块砖掉了下来 正好砸到电脑上 他非常生气 一脚踹飞桌子 发泄完后 还继续玩电脑 突然一个足球飞了过来 正好砸中笔记本 看来还是放在手里安全 一个小伙正在跑步 嫌他挡路了 就推了他一下 连人带电脑掉到水里 心想在路上玩就没事了吧 不料被绊了一跤 笔记本就飞了出去 抬头一看 屏幕还亮着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下一秒 汽车就压了过去 可他不肯认输 拿着桌椅板凳 来到草地上 然后往四周看了看 就在这时 一辆旅游车开了过来 于是又回到家中 一个没拿稳 电脑飞到烤箱里 还开启了加热模式 电脑就成了烧烤 拿酱油石 瓶子掉到电脑上 菜刀插到屏幕上 一天的功夫 坏掉的电脑都堆成了山 有谁知道 这些大概得花多少钱 地下钻出个水滴 看到红色汽车后 张开大嘴 一口把他吞了进去 体型瞬间变大了十倍 随后就受到了攻击 原来附近有辆坦克 又把坦克吞到嘴里 因为点了散和关注 吃豆人这才逃过一劫 而旁边的小木屋可就倒了煤 吃完后 他一跃而起 飞到空中 飞机也没能幸免于难 随后来到外太空 把月亮吞了进去 吓得我赶紧点了散和关注 就在不久前 水龙头里钻出神秘水滴 看到桌子上的眼睛后 一口吞到了嘴里 有了眼睛 他更加任性 把红苹果吞了下去 紧接着是西红柿 连百式可乐也被放过 所过之处 什么都没剩下 不过体积越来越大 可来到屋里后 看见女孩在学习 她没去打扰 而是盯上了话筒 俯下身子 把话筒吞到嘴里 可一不小心 把可乐打翻了 女孩听到声音 看了过来 吓得水滴转身就跑 来到卫生间 一头栓进马桶里 女孩紧跑几步 盖上马桶盖 把她冲了下去 半天后 她从下水道钻了出来 一口吞掉了小汽车 随后就受到了攻击 女人见不是对手 转身就跑 可还是被吞了进去 不过吃豆人跑了 她来到外太空 开始吃起了陨石 她的体积越来越大 等水滴把地球吞进去后 身后竟然有个庞然大物 体积是她的一百倍 随后一口把她吃了 吃豆人嘴一张 把地球和月亮吐了出来 助人也成功获救 那么问题来了 这水滴到底是什么呢 为了防止老年痴呆 奶奶每天要捶狮子一万下 儿媳妇也不甘落后 整天就知道欺负喜洋洋 这可把熊猫吓坏了 刚要逃跑 就落入儿子手中 不停地挂道挡 差点把熊猫整疯了 最惨的是白龙马 刚到屋里 就被门挤头二百下 吓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原来由于天气太热 他们想到屋里吹空调 不料遇到了四大恶人 最终成了出气筒 而这一切都被老鹰看到眼中 把情况告诉了森林管理员小西 他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坐着红星二克大头皮鞋 跨过千山万水 以两百码的速度赶了过去 他刚杀住皮鞋站起来 就被四大恶人发现了 死死盯着他 可小西根本不怕 摘掉眼镜 先对付最弱的儿媳妇 用后备箱夹了一千下 第二个倒霉的是小儿子 看他这么凶残 急忙锁上门 没想到小西破墙而入 用门夹老爸的头五千下 就连最厉害的老太太 也受到了惩罚 他们这才意识到错误 发誓再也不虐待动物了 小西这才坐着大头皮鞋 把他们都带了回去 从此之后 动物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脑上有个烟筒 因为它是烧柴油的 脚要一直按在离盒上 这样才能正常工作 就是屋里的烟有点大 旁边还有个加油站 是不是很方便 早上闹铃响起 必须马上关掉 否则会一氧化碳中毒 未来世界不再有电 所有电器都烧柴油 吹个头发也嗡嗡直响 旁边的老公可就倒了霉 不过他早就习惯了 根本不当一回事 要说最精致的电器 就属这个刮虎刀 小巧玲珑不碍事 刮得还很干净 而寄步器也是烧油的 手机比大哥大还有霸气 要是看病的话 那可就难了 先把管子伸到嘴里 然后用力一拉 启动吸水器 在仙境中开始了拔牙工作 玩具狗也冒出白眼 小女孩玩得非常开心 突然狗狗不动了 幸好屋里有加油枪 搅拌个鸡蛋 就跟打仗似的 还不如用筷子方便 贩卖机非常智能 付完款后 机器才会启动 过生日时 想拍张照片 不过照相机的功率有点大 还呼呼的冒着白气 付款时有点麻烦 怎么支付失败了 小伙赶紧掏出油壶 给pose机加点油 你说麻不麻烦 如果生活在美店的柴油世界里 你最多能撑几天 窗户上出现一个精灵 不停的唱歌 把小帅都吵醒了 他说想要进来 可小帅根本不惯着他 直接拉上了窗帘 精灵见状 只好不停的敲门 可小帅还是不让他进来 没想到精灵一声大吼 猫眼都被炸坏了 随后伸出一条舌头 即便这样 小帅也没让他进来 刚要刷牙 突然精灵从马桶里钻了出来 他说小帅是上帝的孩子 要把他带到天上去 可他根本不信 一把将精灵推开 然后开始吁吁 低头一看 顿时吓了一跳 精灵正张着大嘴喝圣水 吓得我赶紧发送狗头护体 这还没完 又把马桶舔了一遍 小帅刚出厕所 精灵又飘了过来 怎么都赶不走 他打开冰箱 又吓了一跳 精灵在里面动得瑟瑟发抖 小帅有点感动了 问他有什么神通 只见精灵嘴一张 竟然吐出个遥控器 上面有各种神通的标志 他轻轻一按 精灵就放大了十倍 张开大嘴不停的咆哮 追得小帅到处跑 他急忙切换了功能 这次精灵变成了八戒的师弟 赶紧换下一个 这次是个暴躁的火男 反正一个个都不正常 小帅终于相信了他的话 想去天上看看 只见精灵嘴一张 小帅脚下就着起了火 随后撞破屋顶 飞了出去 据说只要看完视频 点了散和关注 都能学会飞行 这样的超能力 你想不想要呢 墙上出现一道裂缝 眨眼间就形成一个黑洞 下一秒 就钻出一个灯神 散发出五彩金光 小帅走过去 捧起来一看 上面有个变迁 什么意思咱也不知道 他摇了摇头 把神灯放到地上 刚要转身 就听到一个声音 扭头一看 狐嘴里伸出一条手臂 一道黑烟过后 从里面钻出个精灵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他说能实现小帅三个愿望 可小帅根本不信 随口说道 想要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只见精灵嘴巴一鼓 释放出能量 小帅拉开窗帘一看 外面战火纷飞 变成一片火海 他这才相信是真的 然后说最近温度有点高 来瓶饮料尝尝 只见精灵嘴一张 吐出一瓶百事可乐 小帅也不嫌脏 打开盖子喝了起来 然后许愿说 我还没见过核武器 弄个让我看看 精灵也很为难 不过在小帅的刺激下 又开始施法 突然一颗核弹落到了地上 这也太酷了吧 不过核弹一旦移动 就会发生爆炸 小帅走过去 在后面看到几根线 他拿起剪刀 想把线剪断 可根本不知道剪哪根 而精灵也不清楚 于是先一横 随便剪了根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吓得我赶紧发送狗头护体 地球上冒出滚滚黑烟 精灵都被冲出了地球 如果是你 你会许什么愿望呢 就会发生了地球上